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們看上禮拜講的 GDP從支出面來看 假設在封閉型經濟社會 沒有政府的經濟社會 它是等於C加I 那我們從支出面 或者是從所得面 誰得到這些東西 所得面來看的話 那就是GDI Income 它就是等於工資加利息加地租加利潤 那有一部分不是生產要素 他們所得到的 這是折舊的部分 是耗損的部分 這兩個會相等 這時候 我們沒有把政府部門加進來 那如果我要加上政府部門的話 這邊如果我加上政府部門 這邊就要加上間接稅 這一個是生產要素的報酬 這一個 那因為這邊有加上折舊 所以這裡是Gross 那這裡的投資 那這裡的投資就是 毛投資 不是淨投資 淨投資是NDP 毛投資就是GDP 好 那如果我們再加上 那個 國外部門加上出口 出口 也就是在這段期間裡面生產的 但是不是在國內消費 那還有一部分 不是國內生產的 是進口來的 進口來的 那把這個M移到等式的右邊 這邊就是G M 大概是這樣 接著書上就有一些定義 這些定義 就是在40頁那裡 國內生產金額 那就是NDP NDP 然後要素所得 要素所得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要素所得 生產要素所得 然後41頁個人所得 Personal Income 個人所得就是43頁那裡 個人所得 它是國民要素所得 生產要素所得 減掉給政府的或未分配盈餘的稅 加上國內外對家戶的移轉性支出 我們講過移轉性支出 就是單方面給的 沒有對價關係的 純粹只是所有權的移轉的 這部分就是個人所得 那個人所得並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花的 還要扣掉 例如像所得稅等等 直接稅以後 那才是我們的 DPI 可支配所得 那可支配所得用在哪裡 用在民間消費支出 跟民間儲蓄 這是C跟S 好 這是上次上禮拜我們提到的 各種國民所得的一些定義 那43頁這邊談台灣的國民所得 書上這裡給的 這裡給的是百分比 就是說 C I G 等這些佔 GDP的百分之多少 那剛才給同學的那個那張表 那個是絕對數字 絕對數字 那因為書上資料稍微舊了一點 那所以我就把最近在主機 行政主機出網站上 它上面也有百分比 有空同學自己可以下來 可以去下載看看 那剛才給同學那一張 反過來 就是 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 同學有沒有 那同學也可以看一下 世界各國 那他們的經濟成長率 跟台灣的去做一個比較 那目前經濟成長率 比較受到重視的是中國大陸 好 中國大陸 那他們 主席溫家寶說 要保八 那個八指的就是 百分之八的經濟成長率 那看起來他們是可以達到 那個 韓國的李明博講的 七四四 這個七就是經濟成長率 四失業率 物價膨脹率 馬英九講的 六三三 六也是經濟成長率 三 失業率 然後 物價膨脹率 當然這兩個都跳票了 目前 好 這是讓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那目前台灣的 呃 數字到底大概是多少 那有空 同學還可以再去下載 呃 或者去看他們的百分比 哈 那四十五頁這裡 他台灣的國民生產 與國民所得 這裡哈 好 底下四十五頁這邊 有提到一個 他說 有人以進出口 佔GNP的比例 為本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 對外依存度的意思 就是等於 GNP分母 這邊是X加上M 進出口 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 有可能會超過1 好 有可能會超過1 沒有說一定要叫小於1 有可能會大於1 那這個對外依存度 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家 它的進出口的部分 佔它整個GNP 到底高還是低 那來稱為這叫對外依存度 像台灣的對外依存度 就算蠻高的 它主要就是靠進出口 還有哪一個 香港 香港也是 那個 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個圖形 書上是沒有算出數據出來 對不起在上册 上册的圖形 好 好 再來45頁這邊 講台灣長期 國內生產毛額的產業分配 好 來請同學翻過來看 46頁那個圖 好 這邊產業分為三級產業 第一級通常就是農 魚木礦等等 農為主 第二級產業就是製造業或者是工業 第三級產業就是服務業 好 三級產業大概這樣區分 第一級就是農魚木礦等等 第二級產業就是製造業或者是工業 第三級是服務業 所以三級產業講的是這三個 好 那書上同學可以看書上就是這三級產業 這三級產業 占GDP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那同學可以看出來幾個東西 第一個 農業是佔的比例是越來越少 也就是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的當中 農業的比例 它是越來越往下走 越來越往下走 製造業一開始增加 然後慢慢的取緩 比例也會稍微少一點 服務業會一直增加 大概的趨勢是這樣 就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大概的趨勢就是農業會越來越少 然後製造業會維持一定的比例 服務業占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那同學看這個圖形的趨勢 大概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服務業會越來越大 那這是三級產業占GDP的比值 大致上的趨勢是這樣 好 這是第十六章所談的 接著我們看第十七章 十七章這邊所要提的 就是說我們用國民所得 我們怎麼去比較兩個國家之間 到底它的經濟情況到底是哪個比較好 哪個比較不好 那怎麼去比較 那這邊我們會提到一個叫人均所得 那這邊我們我們要主要要談就是說 國民所得在十五十二頁 他說不論是GDP或者是DPI都是衡量全國總生產表現全國國民整體經濟活動的水準 他說但是從國民經濟福利的觀點來看 我們更關心的是美人的生產水準 因為國家有大有小 所以我們不看總值 而是我們看平均美人 好在談這個之前 我們要先談物價指數 因為GDP是由市場價值 也就是當期物價所得到的 那所以如果物價高漲的話 我算這GDP一定會膨脹 一定會漲一定會增加 那所以這邊我們要把那個物價的因素給排除掉 那排除掉我們就要有先要有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 那麼看物價指數怎麼算 先看第一個 我是三億的那裡 他說 假設有一個產品 X並以2001年為基礎 其實就基期了 那上述 上述定義下的2004年的物價指數 那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他物價指數是 我們先看物價指數叫什麼 它是指 該期平均物價相對於 基期物價的百分比 這個產品 比方說2004相對於 X 基期 基期年的物價 我們用零來表示 這個就是表示 當期的物價除上 基期的物價 什麼叫基期 等一下跟同學解釋 除上基期的物價 乘上 乘上 要不要乘上百分之百 沒有關係 了不起 就是一個是 比如說1.05 一個就是 百分之 105 是這樣而已 它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所以1.05 或百分之105 沒有關係 它的意思是說 假設以這個 這一年的物價為準 那我看 現在的物價 是基期年那個物價 的百分之多少 是比較貴還是比較便宜 大於大於一或大於百分之百 就是現在比較貴 幾幾年比較便宜 好 好 那底下我們再看 他說 但是如果有 兩種物價的話 我們不可以說 這邊加上PY 加上PX0 不可以這樣 這樣是錯的 因為這個的單位 這可能是金 這可能是量 可能是個 可能是鈍 可能是什麼 所以你這樣加起來 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產品 價格上升 跟這個產品 價格上升 對老百姓的感覺 可能不太一樣 書上舉例子說 比如說稻米的價格上升 跟說 比如說羊肉的價格上升 那通常稻米的價格上升 對老百姓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這時候我們要加上全數 那那個全數呢 我們用什麼表示它的全數 全數的意思就是它的重要性 加全數就是我乘上X的數量 乘上X的數量 這邊乘上X數量 加上PY乘上Y的數量 好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這個X的數量 是要當期的數量 還是基期的數量 好 那如果我用基期的數量 我們來看它的意思是什麼 注意哈 這邊QX是基期的 QY是基期的 QY是基期的 QX是基期的 它的意思就是說 分母的部分是表示說 基期年我X買這麼多 這個價格 Y 基期年我買這麼多數量 這個價格 以及基期年 我對於X跟Y的總支出 是多少 同樣分母是什麼 分子是什麼 分子是這樣 我買同樣的數量 可是我用當期的價格 也就是我當期的價格 來買跟基期同樣的數量的話 那我看這個的支出 跟這個支出比是多少 這一個我們就稱為 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就是書上53頁 最後一個式子 好 你們看我三頁 倒數第二段 他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通常各物品之成交量 作為該物價的全數 那把上市改成 加權平均的物價指數 那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那又稱為零售物價指數 好我們再看底下 他所謂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一種用以衡量正常家庭 平時主要消費物品價格相對變化的物價指數 他因此計算CPI所用的全數 一般是以家庭收支調查 所得到的消費結構來計價 所以他CPI常稱為人們的生活成本 可以嗎 前兩天才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 這樣可不可以 同學如果有學過統計的物價的話 物價指數有兩種 一種是巴士物價指數 那還有一種 就是差別就是這個是以基期的數量 還是當期的數量 一個是巴士 一個是拉士 拉士物價指數 那這兩個是各有優缺點 好所以消費者物價指數指的就是說 我以基期年為準 我買多少數量多少價格 我的總支出 也就是我的生活成本 比如說我買米買油 買多少我的總支出 在基期年我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買同樣的數量 那但是以當期的價格去買同樣 基期年的數量 那我看我要花多少錢 然後去做一個比較 那這個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好 那基期年 Base Year 基期年就是Base Year 好我們用民國來看 比如說85 86 90 95 100 那台灣的物價指數 每基期每5年 每5年會換一次 每5年會換一次 為什麼要一直換 因為我現在告訴你 比如說我現在是99年 我告訴你民國50年的時候 現在的物價是民國50年的時候 多少百倍 這樣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太遠了 太遠了 所以基期會每5年換一次 比如說99年 它就以95年的為準 那100年過了 101年 它就會換算成 以100年的為準 每5年為止 那所以這95年就是2006 那這邊就是2011 好 每5年會換一次 那基期換會不會很難 坦白講 當然 因為主機數要算的東西太多 那比較簡單的概念是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以90年為基期 那90年就是100 那這邊比如說98 這邊95 那這邊假設103 105等等 那這95年假設是110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95年我的價格去買90年的東西 90年只要花100塊 95年我要花的是110塊 你把想像成這樣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要以95年當基期 那怎麼辦 全部通出於多少 110嗎 可以嗎 這出來110 這出來110 這樣可不可以 這個就變成100 這樣意思聽懂嗎 所以要換基期 不是太難 那這邊基期 不代表絕對數字 只是代表一個相對的關係 好 這是一個相對的關係 一個百分比 一個相對的關係 大概是這樣 好 底下 504頁這邊 他此外 物價膨脹率 或稱通貨膨脹率 這個跟同學解釋過了 這兩者其實是不相等的 現在現在大部大致上都在用什麼通膨率通膨是多少 通貨膨脹 這只是造成物價膨脹其中的一個原因而已 只有其中一個原因而已 這個是結果 物價上升是個結果 這個是超票印太多而造成物價上升 那這個叫通貨膨脹 那星巴威就是超票印了很多 印了一後面好幾十個零 結果好像只能買麵包還是買什麼 那物價會造成物價上漲還有哪些 比如說油價上漲 石油價格上升 會不會造成物價膨脹 也會 也會 那這一個 這一個 因為台灣沒有產石油 它是從國外進口的 那有人又稱為 這是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那當然不是 輸入性的東西 不是只有石油 比如說原物料價格 國際的原物料價格上升 紙漿等等 稻米玉米等等 黃豆價格上升 那也會造成物價膨脹 所以物價膨脹它是一個結果 就是我物價上升 那造成物價上升的 有很多個原因 那鈔票印太多 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而已 但是現在大家都把這兩個 看成相等 所以物價膨脹跟通貨膨脹意思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邊要跟同學講的是 我的物價膨脹率到底要怎麼算 這個是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好 那我的物價膨脹率 其實就是在算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率是多少 這一個就是我的物價膨脹率 提起 就這樣好了 好 就是當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減掉前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除上前期的 那其實它就是在算什麼 算消費者物價指數的成長率是多少 就算它成長率就是這樣算 成長率就是這樣算 那這邊同學要注意 這邊講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指年 一年 一整年